不就一碗嘎巴汤八块钱的事吗 对 是一碗八块 你喝十二碗呢 赶紧给钱 走开 心情不好 我们都够吃点 你说田斑们欺负我 你也欺负我 咋的 田斑们欺负你了 因为啥呀 那什么 大美说要想吃羊肉串啊 我和你吃到点浪漫的气氛 就在小区里我植个炉子 刚把这炉子植成牙齿没冒全的 田斑们就来了 说你不能在这整这污染环境 代表物业把我这玩意就摸手了 该 这才该呢 你挺大个个的挺大个脑瓜的 小区不让烧烤你不知道啊 你咋这么改呢 别耽误我正事啊 赶紧给钱走开 赶紧给钱 把钱给我 给钱 不要提钱的事先坐着 你看他做什么有正事 你还给我说一说 我看我能帮上忙不 不用你吧 不用我吧 你每回有事你不找哥啊 哪回不是哥帮你忙呢 好了 今天是小米粒过生日 但是一会儿他要去山区 给小鹏说爱心 我要珍惜我们俩 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听好没 是我们俩 你能帮着吗 就因为你们俩 我跟你说我这忙我必须得忙 必须得我在这儿啊 你知道不 一会儿你看你们俩在一块 你喝酒啊 然后吃菜 说你支吼我一下 晚上我跟你忙我起来 你这多好啊 你多有面子啊 你啥意思吧 没别的意思啊 我这行子给你当一天助理 晚上你把那十二碗嘎啦汤钱顶了 大秦子你要不要你那大紫帘呢 成交了 啥玩意你成交啊 不是什么 成交成交成交了 再不成交我就散架子了 行行行行 帮回帮啊 不许帮倒门啊 好不好 放心吧 你说怎么帮 第一步啊 我呀 学了一首歌 叫其实你不懂我这心 学了两个多余 我唱完这首歌之后呢 你就把两杯红酒读完上来 我们俩一干杯 第一步就成功了 太好了 红酒配嘎的汤绝配呀 别上嘎的汤上红酒 我知道先上红酒后上嘎的汤吗 没有嘎的汤 嘎的汤没关系 没嘎的汤啊 那这红酒 那这这下面呢 第二步 就是我给肖米热 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人书 王小倩 作为你的贴身助理 我得说点我心里话 你是不是傻呀 咋的呢 咋的呢 我肖米热 我一巴掌我踢死你 哪有过程给你送小人书的 大琴子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就这个礼物啊 给小米热一送 她顿时就喜欢 你信不信 我信 小米热傻 你还想不想干了啊 给钱走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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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热 我好心主意啊 怎么这么好呢 好不好 我傻 小米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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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热呢 你咋来了呢 小米热找我跟她过生日啊 小米热说了 让你回去吧 为啥呀 她走了 啥时候走的 你啥时候来的 我刚来啊 我刚走 大琴子 给我推出去 好 说着 哎呦你们 哎 说着 你推我干啥 你推她 你不是说他把你推出去吗 什么玩意推我她 你 我下一遍 我还给小米热过生日啊 她礼物都带了 哎 他那点礼物老贵了 那能咋的呀 还能咋的 一会儿看哥怎么帮你吧 田经理 礼物啊 那什么都先放我这 一会儿你们三个过生日的时候 你叫我 我这一一给你展现出来 行吗 行 拿走 谢谢啊 红酒也拿走 都拿走 你们两个都到了 什么点 我知道 你们两个今天都想给我过生日 但等会儿我着急要赶时间 我要去山里给孩子们送温暖 所以我就把你们两个约在一起 咱们三个一起过个生日行吗 等会儿小李铃 咱俩一起过呀 我不舒服 三人一起过我还不舒服 三人一起过不舒服的话 那你俩过吧 我走了 哎哎哎哎哎 别别别别走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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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给谁过去啊 我还给你准备一首歌呢 对啊 我也准备一首歌呢 我不爱听啊 也不唱给你听啊 你还唱给谁 唱给谁 小明亮我先让你跳 跳跳跳跳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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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什么唱你先唱啊 你这恋意义多了你还唱 一般大腕人都是放到最后唱 你这都要他唱 对对对对对 你先唱吧 让你先唱啊 我先唱了 那行 那我先唱 你说我相遇 我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小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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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就你 把他写这样 把他写这样 行了 王小翔 你不是也要送我一首歌吗 你该不会是跟人笨笨唱一样的吧 不不一样 我们不不一样 不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欲 我们从这里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 好了 我谢谢你们两个的歌 但是我真的着急要感恩 你感恩 我还给你准红酒了呢 喝谁呢 上红酒 上红酒 好 嘿 小明亮 好 这是我们老板 晚上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红酒 祝你生日快乐 小翔 谢谢你 你想的真周到 他还说了 喝完你就可以上路了 赶路 是赶路 大琴呢 你是传说中的祖祖礼物啊 啊 行了行了 别闹了 我真的着急了 哎呀 别闹了 别闹了 我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 什么礼物 快不要 大琴呢 上礼物快快快快 哎 把我礼物也拿了 田范范 你想干啥呀 我上啥 你上啥 是不是啊 行行行 这回我还让你先来 小米莉 我不是吹啊 我一会儿就在门口等你 当我把这礼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能把我召唤回来 这是田范范送给你的礼物 对 那个 咱们点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打开看看 喜欢吗 哎呀 我太喜欢了 好多小孩输啊 那个 咱们打起来 啊 快快快 这 什么什么什么玩意习小孩输啊 不是 哎 你太了解我了 还送了一张卡片 献给大山里的孩子们 哎 等会儿我要把这些小孩输带给他们 他们得多高兴啊 那个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好感动啊 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不是 去啊 等会儿 等会儿 那 见不见儿啊 啊 再看看这个 这是王小翔送给你的 精心准备的 看 哦 好 哎呀 这个 这个防晒霜 我在商场见过啊 很贵的吧 好有百人呢 王小翔 花钱了 等会儿 这还有一张卡片 献给我最亲爱的小米粒 王小翔 你给我进来 哎 看见没 我帮的多 小米粒 是你在胡说我吗 对啊 啊 那个 刚才我送你的礼物 你是不是很喜欢呢 你不用谢我 王小翔 我问你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挣 挣 挣不多少钱 那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 你哪来的钱 你说 你是不是又偷着花你爷的养老金了 这快挂马的不用我爷养老金 你要喜欢的话随时都能送你 那个小米粒我这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笨本 你做得非常好 好 王小翔 啊 你太不懂我的心了 我咋不懂你的心了 小米粒 你什么都不用说 笨本 你最懂我的心了 王小翔 我跟你直接说了吧 你跟甜妹们送我的礼物 我更喜欢笨笨的 大琴子 你过来 不是 甜妹们送你啥呀 花的饼子可贵的 好白 我懂了 小米粒 你刚才说 喜欢甜笨笨的礼物 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小米粒 在我心里 你一直 是一个有理想 有追求 不被金钱所动的女孩 我知道 我方方面面都配不上你 可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那个纯真 善良 有理想 有追求的小米粒 其实 你不懂我的心 不是 她在说什么了 起发着的 不是 我知道了 就可能是我的事儿 那什么 就她俩送的礼物吧 甜妹们是化妆品 王小翔你才小儿叔 我 那个 什么回事儿 确实是那个小茜送你的小儿叔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你也一直没让我说话呀 是我错怪小茜了 包小茜 我错了 其实是我不懂你的心 小茜 小茜 以后你不要说话我也得说了 其实是你不懂我的心 小茜 我错了 小茜 你不懂你的心 小茜 你不懂你不懂我的心